双手提着宝特瓶 纯迪的家外还对放着许多邻居送来的环保物资 他们是去年11月 收明杜鲁石必要路和平村租赁房屋火灾影响的灾里 而他们开始做环保的因缘 要从当时慈激之工紧急发放说起 当事宜就是介绍我们的那个正宅被 是用这些宝特瓶来制作成的 让这些灾民很惊讶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想法说 要开始来做这个环保 从发放至今 蠢迪不停地向邻里宣导环保 自己的家也变成小型环保站 等待志工每个月上门回收物资 我给大家看见 比较多的东西要收拾 比较容易和保护我们的国家 从现在到现在 我会把东西供收拾在家里 这一刻志工送出的毛毯 不再只是能为灾民送暖 还能凝聚他们的环保心 用双手还家园一片清净 麦大埃下拉月综合报导 我会把东西供收拾在家里 我会把东西供收拾在家里 我会把东西供收拾在家里